大家好,我是反轉數據庫的第一課理論課 今天想講一件事叫1NF 什麼叫NF呢? 我英文叫Nomalization Form 即是說規範化 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今課的目標就是希望大家認識什麼叫做第一范式 另外有什麼規則 另外希望解決如果不合乎第一范式時的情況 首先有定義的 什麼為之第一范式呢? 就是沒有重複組的出現 只能放單一的值 即是不會重複放一些資料進去 另外提提大家,是要有主關鍵欄的 即是你合乎了沒有重複組 只有單隻,然後有主關鍵欄 這個我就定義為合乎第一范式 很簡單,不合乎有什麼問題呢? 究竟不合乎凡式有什麼問題呢? 首先第一點就是 不便我們去分析數據 即是當時分析數據就會相對地困難 以及會有浪費儲存空間 為什麼浪費儲存空間呢? 稍後有些例子就會看到了 有一個學校的表格 當中有三個男位 頒別、姓名、學號、監護人 大家留意一下 正常,頒別無事 姓名無事、學號無事 咦? 監護人啊 有李大文、張美麗、張智利、李登、徐可可 這裡我們就剛才說了 一個男位裏面不是單一的值 有多值的情況 這個我們就叫做多值的情況 多值的情況有什麼問題呢? 當我們做搜尋的時候 很可能我們未必會找到後面的一堆 或者要增加了我們寫的SQL的複雜性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合乎 並不合乎第一飯式 即是說1mf是不合乎的 好了,另外這個了 我解決的問題很簡單 我再開一個欄位 把張美麗放在另一個位置 好了 理論上這個表格是沒有多值 但是留意一下 我們這兩個呢 就叫做重複的群組 或者叫重複的組 那問題在哪裡呢? 剛才說了 是會浪費空間 為什麼會浪費空間呢? 如果我們真的有資料放在這裡 沒問題啊 也不叫浪費啊 真的有用的嘛 但是留意一下 張小美的監護人儀是沒有東西的 但是我們照樣是 是壓住了儲存空間的 這裏只有三個數據 可能就不太明顯 但是如果一千個數據 或者一百萬個數據 突然又有一個樓在這裡 沒有放東西下去 其實就浪費了儲存空間了 所以這個呢 亦都是不合乎 第一個NF的 好了 那這裏就看看了 哦,好簡單啦 上課時間表格 陳小文 九點鐘 陳小文九點鐘 那這裏就會沒有了一個主關鍵碼了 很明顯就是 我想陳小文的紀錄出來 那其實就會有了兩個紀錄了 那究竟是想說誰啊 不知道 他代表甚麼啊 不知道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叫重複的群做一種了 怎樣解決呢 最重要是怎樣解決 上述這兩個情況 我們怎樣去做呢 其實就很簡單了 我們陳小文呢 並不是變成一個紀錄了 你會看到有兩個紀錄的 當如果有兩個監護人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兩個紀錄 一個監護人 我們只有一個紀錄 那又合乎 沒有多值 又合乎 沒有重複難位 那這一個呢 就是 1NF 我們就符合1NF 那所以很多時候就是 我們將一些情況 就打下去 變多幾個紀錄 那當然啦 很可能呢 我們這個 這個情況底下 我們的主關鍵碼 就會複雜很多 或者我們可能再開一個等等 那這裏大家要留意 那這個練習了 這裏是一個電腦的表格 再還有一些同學名 可能是訂書 我想問一下同學 究竟符不符合第一飯式 即是說1NF呢 如果不符合 怎樣修改令到符合呢 另外 究竟這裏的主關鍵碼是甚麼呢 希望大家可以去做一下 拜拜